近来,樊振东对于是否退役的话题让球迷十分关心,特别是央视面对面专访,樊振东对此的回应仍是模棱两可。 那么,樊振东还可以打多久呢?他的去留对国平男队会有什么影响呢?刘国梁是否会出面挽留呢? 下面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。技术,伤病都不是问题,场外因素不能让樊振东专注于打球是主要因素。 樊振东为什么对打球不感兴趣了呢?27岁的年龄正值当打之年,技术和经验都处在一个巅峰状态,是什么原因让樊振东有了要告别赛场的想法呢? 如果说技术完全落后,这不符合现实。樊振东从出道到登顶世界第一,包括最终完成大满贯,主要就是靠他的硬碰硬打法。 单板质量高,中远台相持能力强,缺点是战术套路变化显得单一。 不过,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特点,要求樊振东有马龙那么多套路,他就不是樊振东而是马龙了。 伤病对于运动员来说,也是不可避免的。 马龙,王曼玉也有很多伤病,而且很严重,樊振东的伤病还没有到了让他放下球拍的地步。 让东哥不想打下去,心里有犹豫,彷徨甚至是厌恶赛场的原因,就是现在的乒乓球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了。 饭圈文化已经影响到樊振东的心态了。 初代大魔王邓亚平对于这种现象的评价很犀利。 邓亚平说,我们那个时代球迷是因为喜欢球而喜欢你,现在是我喜欢的是这个人,懂不懂球没有关系。 只要说这个人不好,那就坚决不行。 樊振东在《面对面》中的采访也说,场外很多东西被过度关注,压力很大。 有时候会觉得输球不行,赢球好像也没那么行。 这对我,对队伍,对乒乓球,对大家的团结,有百害而无一利。 巴黎过后需要充分休息,樊振东仍是国平男队顶梁柱,明年全运会是关键节点。 在《面对面》专访中被问到,是否还参加下一届奥运会。 樊振东打完巴黎这届奥运会,自己非常累,我需要先好好休息,对于下届奥运会,目前还完全没有考虑。 马龙的年龄不可能再打到下届奥运会,王楚清身兼三项作战,且00后中还没有出现在大赛中能够担当主力的角色。 梁敬坤,林高远到2028年也是30家的年龄,王楚清独目难知,樊振东对于新周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 对东哥个人来说,他已经完成了大满贯,明年代表省队打完全运会,他也可以选择退役,我们也必须尊重他个人的想法。 只是出于国平男队梯队建设和传帮带的考虑,刘国梁或许会出面挽留樊振东,让他再坚持一届奥运会。 如果明年全运会,我们在赛场上仍能看到樊振东的身影,没有接受到他退役的消息,那东哥应该是坚持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了。 大家觉得是什么影响了樊振东的心态,技术和伤病是主要因素吗? 尽管巴黎奥运会已经结束,但人们对体育赛事的讨论依然热烈。 随着外界的讨论日益增多,人们意识到如今的体育精神已受到饭圈文化的主导。 饭圈文化指的是什么呢? 粉丝们自发地进行组织,积极为偶像宣传。 然而,由于各自喜好的偶像不同,参赛者之间又存在竞争关系。 因此,粉丝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偶像而对其他参赛者进行言辞上的攻击。 这类饭圈文化对奥运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呢? 随着饭圈文化的兴起,粉丝在参与比赛时只关心自己的偶像能否获胜,完全忽视其他参赛者的感受。 亦凡震东对这一现象表示了不满。 他一向很低调,鲜少公开讨论一些事情。 或许是因为忍无可忍,或者是因为深有同感。 樊震东对饭圈文化表达了批评。 他提到,运动员有时真的感到无奈,赢了比赛并不意味着什么,输掉比赛也一样。 要明白,没有人是天生的赢家。 在体育比赛中,胜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。 然而,樊震东当时输球后,却遭到了众多粉丝的口诛比伐。 或许这些粉丝并不真正热爱体育赛事。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寻求自己的存在感。 人人都渴望获得冠军,但有时即使比赛失利,大家也确实付出了全部努力。 此时,运动员的心态已经接近崩溃,仍有许多粉丝在指责他们。 难以想象他们日常承受的压力有多大。 或许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雨水的洗礼,因此在这次饭圈文化再次掀起热潮时。 樊震东毫不犹豫地表示, 这种文化完全是有害无益。 他的批评引发了大家的深思,偶像崇拜的方式用在运动员身上真的合适吗? 大家都知道,科CP是娱乐圈里非常普遍的现象。 许多明星为了维持关注度,常常通过炒作情侣关系来吸引粉丝。 明星的职业本身就很独特,他们在剧中可能会扮演情侣, 因此在剧外表现出一些情感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网友们始终将他们称为情侣CP。 这样真的恰当吗? 对于运动员来说,日常生活的核心就是思考如何在比赛中表现出色, 争取冠军以及优化训练方式。 然而,正因大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所谓的互动上, 完全不考虑他们为比赛所付出的辛劳。 对于外界持续关注他们的CP, 我王楚清和孙颖莎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。 一方面认为,如果不做回应, 热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。 一方面,我认为他们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训练上, 而非这些琐碎的事情。 体育竞赛的吸引力来源于比赛中存在的不确定性。 倘若因为对个人偶像的偏爱而期待他们持续获胜, 那就显得过于理想化了。 这样的想法对其他运动员来说显得十分不公。 每个人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在谋生, 为什么有些人赢得金牌就备受赞扬? 而另一些人却遭到质疑呢? 无论谁获得冠军, 都是为我们的祖国争光,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的孩子。 即使大家对亚军感到遗憾, 也不应怀疑冠军的实力。 这种质疑不仅缺乏对偶像的尊重, 更是一种对冠军的侮辱。 在比赛中, 运动员们一定会全力以赴,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, 人们所关注的正是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。 希望大家不要被偶像的光环所迷惑, 请不要将这些粉圈文化引入体育竞赛的领域。 在娱乐圈, 粉丝之间互相争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 如果体育界都变得如此混乱, 真让人难以想象未来再次举办奥运会时, 评论区将会有多么荒诞的言论。 支持偶像和享受比赛都是可以的, 但观看比赛时千万不要将自己的情感带入其中。 每位运动员所展现的精神都值得我们赞美和借鉴。 作为观众, 如果无法为冠军欢呼, 至少也不应该怀疑他们的付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